第四车 请医生出诊吧 或者有没有别的什么办法 都不现实 除了尽快手术 还做记忆的特殊护理 情况怎么样 那赶紧准备一家手术吧 准备手术 这边医生说 这是一种超高性能的神经病团队 不过外面 在前期去的很难见 来 带跑 这个病人的情况 不要跟任何人有丝毫的疯忽 以及他手术的时间 还有住房 还有手术人员 和护理人员的名字 好 我知道 药物在进入身体 二十到三十分钟之后 开始发送 它会使神经系统受捕 具体表现为 肚脾力下降 精神不疾风 困倦昏迷 医生说 因为我们信得及时 对人的生命是没危险的 咱这儿完了 也就是说 如果罗主任不及时发现的话 药物发作时间 应该是在飞机起飞以后 造成的结果就是 因为飞行员昏迷 而飞机失事 按照时间推算 出事地点 应该是在黑山山脉 那不摔死也得被冻进 那里全年都是血栓 敌人显然掌握了我们全部计划 这一张他们打得漂亮 不能这么说 毕竟他们没有得逞 胜利还是属于我们的 要不是我们时时刻刻瞪着眼睛 那有可能就出事了 你这个人怎么总是长别人志气 灭自己威风的 要威风干嘛是 咱们要的是万物一失 你不说他的情报 对前线很重要吗 我这么讲错了吗 我一天就吓得没用的 你看 我看什么 我早就说过 我不会跟女同事说话呢 还来 那就还是我们那步有问题 有个事很蹊跷 那天出事以后 徐德来又去满回 他要阻止飞机起飞 来 徐先生 无论如何 我代表平西市军管会 和我们前敌指挥部 对您表示感谢 还有歉意 如果真的被调回莫斯科 歉意和感谢是没有用的 争取到在中国工作的这个机会 对我来说很重要 罗江他就是想害死我 你告诉他 这次他可欠了我一个很大的人情 对 但您知道 这绝非是他的本意 这件事情 我们也感觉有些稀巧 我相信 但是 我还是应该像拒绝他那样 拒绝你 您不会的 您不是冲我 是冲着中国人的良心 即便有下一次 您也会做出同样的选择 不 我不会了 这次 或是英雄难过美人关呢 对了 我不确定是哪里 但我想 一定是你们内部出了问题 您是说有内奸 应该是 否则 怎么会直接统到大使馆呢 南京方面得到消息也很早 那按您的判断 是军管会还是 我没有根据 但直觉 应该是军管会 别瞎吹 脏都脏了 我到现在也不明白 你说敌人到底想干什么 你说刚才徐德说那个 你能不能再说一遍 这件事连徐德都想不清楚 据他说 他收到的命令 是从南京那边发过来的 国民党政府 已经正式向苏联使馆 提出外交召会 就是这句 刚才我没听明白 什么叫做 赵慧 外交用语 就是这个 开慧 开慧 你又骗我 就是这个意思 南京政府表示抗议 说鉴于此 三十九军一定会击落 飞过自己领地上空的 苏联飞机 而且 他们不会对因此 而造成的伤亡损失 表示遗憾 徐德说 他可能会受处分 对了 他问罗江为什么没有去找他 那还是国民党掌握的消息 难道敌人的意思是 还是想把河英龙留在平溪 两个意思 飞起来就打 没飞就留平溪 这又打又留又下毒 这前后矛盾的 可以肯定的一点 无论如何 他们都要干掉 这会是不安静的 勇取的 在坡美国有社交人 这身边后 不够下坡美国也开 感觉 咱们 祝贝 去 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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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先生来了 张太太出去啊 我替我们家先生买张报纸去 你现在应该关心的是美国的事情 平息的报纸还有您关心的是啊 那倒是 这说要走走的 真要走了 还蛮紧张的呢 张先生已经可以不用去上班了吗 哪里啊 这越是要走 事情还越多呢 今天早晨天快亮才回来 说军管会送来个病人 中了奇怪的毒还是什么 伤了神经 抢救了很长时间呢 真巧 我表哥昨天晚上也做了一个什么手术 回来到晚 医生就是这样 顶辛苦了 一辈子下不了班 回到家还不得安生 总是有朋友打电话来 问这个病问那个病的 就是就是 我先去上课 哎 先生 还有几次课呀 最后一课 哦 现在出了这么多问题 说明我们内部有艰险 有问题 现在我们这儿的人 是从各个地方来的 有各站区的 有以前政府的工作人员 还有做地下工作的 身份很不清晰 调查工作应该早就开始了 现在出了这么多事 清查活动已经显得非常非常的重要了 同志们 等会议结束以后 我宣布 我宣布 开始内部清查 所有的人 除了我之外 每一个人都要进行审查 算了 算了 我也要接受审查 每一个人都要 回去以后呢 大家写两份材料 第一 把自己的背景材料 要详细地写清楚 第二 要详细地写出 这两天 你们自己的活动 一定要有证明人 报告 特定 上级指示 要我们尽快做好撤离准备 说什么时候离开了吗 没有具体时间 只要我们随时待命 但管理还是荡气平息 还有很多材料在仓库里呢 这也不公用吗 这么多人这么多设备 时间这么突然 有个事也没做完 是啊 安静一下 继续开会 继续开会 说吧 我觉得现在这个时候 搞清查好像不是实话 我们大家的工作 压力都很大 除了平息的日常工作 我们现在又多了一项 保卫何英龙的工作 现在这项工作的任务 是越来越重 单就这一项工作 我们大家二十四小时 瞪着眼睛恐怕还不够 再加上这封电报的指示 我们的工作量会更大 无论哪一项工作 都是万分紧急 不能出一点马 这个时候搞清查 我觉得会事与怨力 咱们这种工作 哪有什么正经人呢 这背景材料 档案里不都有啊 写它也得有时间呢 哪有时间 怨力这种时候 又要保持部队的纯洁 这个问题如果不解决好的话 其他工作是不是也受干扰了 我个人不怕写任何财务 我们在座的哪一位不是老党领老革命 哪一位不是被组织考验了又考验过的 我这些天嘛 每分钟都有证明 我不反对审查 我只想说一句 我们在座的很多都是搞地下工作的同志 他们不可能做什么事都有证明 罗主任 我说句话你别不爱听 你是从野战军下来的 对地下工作很多具体方法不太清楚 我们这些人就是在敌人眼皮底下工作 与敌人打交道是很正常的事 我们就是靠与敌人打交道来获取情报 难道还让我们把敌人请来做我们的证人吗 再说 我们很多地下工作的具体方法是需要保密的 一旦外信 就会给我们的工作造成很大的被动 这么多年来 我们就是依靠着对党的信念 依靠着党对我们的绝对信任走过来 你这样审查我们 恐怕大家都很难过得去 这本身就是对我们的不信任 是 罗主任你是没什么提 我们相信孙主任会认 孙主任 我说的对吗 现在这个时候是需要大家齐心协力的时候 绝对不能起内户 自己人整自己人 现在这件事情一旦要让敌人端了空 无论是何游农的保卫工作 还是我们的档案资料没有来得及销毁落到敌人手 莫主任 别说你一个人 就是加上我们在座的所有人 恐怕也承担不起这个责任 我说完了 爸 爸 来了 他们在里面 飞机没醉 就要起飞的时候被罗江给揭住了 昨天下午 爱心医院接治了两个军管会送来的病人 一个是神经系统受损 一个是气胸 估计这前一个是飞行员 后一个应该是何英龙 什么根据 军管会对他们的病情和治疗有着严格的保密要求 爱心医院现在是什么状况 增加了特护病房 有专人严密把守 他们现在不是正乱吗 我去一趟 看看有没有机会 那么简单吗 罗江可不是好对付的 今年军管会接到了随时准备撤离的指令 不乱就好 就怕不乱 我去安排一下 没错 我错了 我太抱紧了 越到这个时候 我的头脑就越该冷静 要清醒 对 要稳定 冷静 刘晓人说的也有道理 现在工作情况太复杂了 如果不能让大家团结 那工作上很容易出现纰漏 正是一位工作复杂 才更不能放松清场 否则容易被敌人钻空子 别争 千万别争 千万别争 我脑子慢 我慢慢说 你看啊 你看啊 我们现在 有四项任务 两项 一 保护何英龙 第二 撤离停机场 这不两项 这不两项吗 第三 坚决打击敌策 对 这项任务 绝对不能松懈 第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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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就三项 就三项 这三项任务 表面上看 很复杂 执行上 有困难 我们内部呢 又有敌人的奸细 这样执行起来 就更困难了 可是越到这个时候 我们不能乱 绝对不能乱 要保持清醒 敌人现在 特别特别了解我们的情况 哎 他们就是觉得 我们忙不过来 会乱 可我们就是不乱 对 我们就是不乱 我们不但不乱 我们还要做成乱的假象 做个套子 把敌人套进去 这三项任务 不就都能完成了 什么套子 想出来了 这个套子我没有想好啊 我想好了 你怎么想啊 你不过是个小门叔 又不是共产党 走不走的关系很大吗 即使不跟着走 那 那一定到乡下去 攒备一阵子 像你们这种原政府的人员 共产党政府还能留用呢 国民党这么在意啊 就是因为我们这些政府官员啊 又给共产党做了事 好像算 算什么 被俘便捷 胡扯 挣钱吃饭有什么借口 要不去乡下 要不跟我走 要不跟我走 要不然我们在一起 我看 就这么说定了 这样我们一样可以在十六号结婚的 要不去 死也死在平息 我总算是明白了 这是我的命 那我也不走了 我留下陪你 死也死在一块 别 那干嘛 你走 那回来嘛 我忘了把你留在这儿 冰花马乱的 冰花马乱的是年月 又不是一个人两个人的事 会很久吗 不知道 没有 尽管惠都收饱 那 我很快会回来的 是命 合影能住在什么地方 在爱心医院三楼 爱心医院 警戒很严密 有两个半把手啊 我估计在这儿动手的可能性很小 你能进去吗 还要在那儿住多久 这一层楼24小时 必须有人把手 人站两头 相互交错的时候要互相汇报一下 四小时之后换大刘和小兵 是 是 你更好些了吗 好些 好些 关于保卫工作 还想跟您再商量一下 后来 我一起听听的安排 现在情况很复杂 为了您的安全 您还得委屈一下 张经理 最近的局势可能有些变化 所有的机票赶快兑现 这以前有账的客人 都不许他们再签了 尽可能晚回收 好的 没问题 美姐 你说这军管会真的要走吗 谁撤走都跟咱无关 小心点就行 那你说咱们 凡有我的就有你的 除非这店也不开了 来 冯姐 冯先生 你去照顾一下吧 好的 冯先生好 您去点什么 麻烦您了 没一份酒 好的 美姐 冯先生让您过去一下 冯先生来了 军管会也要车走了 你问我吗 他呢 走了 你呢 他上哪 我上哪 嫁鸡随鸡 嫁狗随狗 冯先生有什么指教吗 没有 我知道 你保重 爸不知 特护病房住的什么人呢 茬子这么严 进出还得看薰盘 老头儿 其实就是戏胸 没什么 为什么特护 重要人物 为名牌的不挂 只挂特护 别瞎打气 我现在想着 你会再打开 我这个道理 你觉得我 否认识 我不认识 你会做什么 我说 你不认识 你会做什么 我说 你不认识 我说 你不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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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 我说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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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王先生 您先出镜像 好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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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会来的 我猜先生想走了 请管会要撤了 明若今也要走了吧 带他走吧 我再做主张了 不可能了 不可能了 还有机会的 女人 我懂 剩下的事情交给我吧 我已经调查清楚了 根据医院的部署 我已经制定了一套详细的方案 医院的情况不那么简单 很可能是个圈头 让我来处理吧 先生 您走吧 我是真心希望先生能幸福的 等你上了火车 一切也就都结束了 我记得了 我懂了 你帮助你 我增灯了 我 让你盯上 冯先生吩咐了 一个方案分两个步骤 吩咐 他为什么不自己亲自来说 你现在话好像有点多 第一 先由张存礼 引开卫兵的注意力 我不行吧 我是后勤科内 我胆小 你的意思是让我去 就是用你胆小 胆小办事谨慎 不让你开枪 又不让你换药 你怕什么 我要找慧红英 我 我也找不到红杰 我真找到 小文贵 我找 小文贵 你过来了 有事 那你忙着吧 小文贵 有 symbo 我地区 这就对了 马护士 你来一下 什么事 马护士 我向麻烦 马护士 你是哪儿的 我怎么没见过你 我是后勤科的 后勤科的 你到这儿来 我 站住 站住 你去哪儿 好 站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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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这么这么宜员 站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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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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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几点了 喝了多少 一会儿啊 本来要走的 这个 再不走就来不及了 可是啊 这 喝过来 抖了 抖了 啪 啪 啪 没事吧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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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去 我要去洗个澡了 那年那场雨 临头我的记忆 在这样天气里我最想你 那天那长风吹着雪 让我一辈子忙碌无礼 为你可以 从沧海熟成那泪一瓶 为你 可以 穿越那乱石的旧之鱼 爱 我不能没有你 我不能失去你 祈求上帝 给我清净 爱 你是我的天地 生命的意义 你 莫外莫迷 全都是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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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你 你 是我的天地 生命的意义 梦外梦里 全都是你 无可待毅 我只要 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